Azazu 伯駱老師說 一子到踏上舞台 你便會終身喜愛它 你看兩句話影響我一生 在舞台上面 在電視前面 你要比觀眾傻 觀眾就會笑 那你要做到比觀眾聰明 那觀眾會為你鼓掌 因為他們做不到 發現某些人的特色 我把它誇張出來 然後表演給大家看 讓大家一目了然就知道我在模仿誰 對我來講 我覺得日常生活的發現 就是喜劇創作的題材 古早人看來白鞠白爪 看來黑鞠黑爪 人家說當山出兵後 台灣出典 台灣黑獨典 本來車尾台鼓咖啡 八八十了 今天兩人沒要帶來 就把家屬來 太好 你看看一位帶家屬 好 今天台智要帶 這樣就要半個小時 還沒在中間 今天台智要帶來半個小時 當你這個人的人生的態度 你對每件事情都是 覺得是有趣的 那時候呈現的才其實很自然 我覺得最高端的喜劇 就是消遣自己 把自己的痛恥 最大的這個痛苦拿出來講 觀眾可能會大笑 大笑之後會覺得說 這個人怎麼把自己的事情 講得這麼的不堪 可是這有一個什麼好處呢 我們永遠不會得罪對方 這個圈子 你如果沒有熱情 你會在裡面越演越悶 越累 不曉得自己要的是什麼 其實這個圈子 最怕的就是上不上下不下 到底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剛開始入行的時候會覺得 三天五天 沒有製作單位打通告給我們 我們就覺得自己還在演藝圈嗎 會患得患失 可是歷練過來三十年了 我就覺得說 現在反而很好 就是說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平衡 我自己人生的標準很簡單 只要明天的我沒有比今天差 就可以了 那演藝圈的曲線是這樣 有人突然很紅 一下就不見了 我們不是啊 我們可能很平啊 平平平 今天模仿一個角色可能 累積上來一點點 因為畢竟演藝圈是要比走得久 而不是比走得快 一路走過來可能環境你所遇到的人 當下並不曉得學這跳幹嘛 進了演藝圈 這些卻變成你身邊絕佳的武器啊 你要殺死我就殺死 你要被火車站 欸我還被火車站 五五成功彰化花彈原林勇氣射手 填充惡水淋內斗肉斗爛 失了大力民雄加一小上 模仿一個人你特質不抓出來 你演了半天人家不曉得你在模仿誰 那我就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我不用化妝 我大概用肢體 用我的聲音 大概就能夠判別我在模仿誰 大家好 我是說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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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請開心 可以接受您雜誌的訪問 您要知道 孫書的電腦做大冠 我定年孫書29萬票 結果我來做行政議長 孫書還在新北市 前幾年 我在保安宮面前有發誓不在選舉啦 那是講給神明聽的 因為人民有需要 我就再站出來 沒想到說那麼多 職位做得越高 謝謝 把他現實的狀況講出來 我並沒有損人 這是事實 那講出來大家就覺得很荒謬 的確啊 他輸了讓觀眾自己去品味那種感覺 那我只是把現實的狀況加上我模仿的特質 把它表現出來 這個自成一格的喜劇的模仿也是 這我也不曉得該怎麼去解釋 就是可能我觀察到每個人物的細節 然後把它表現出來 當我的表演能夠讓人家 因為看了我的表演而笑出來 我覺得就是做功德一件 那我們就一生就把喜劇這件事情 把它做好 你看 又可以賺錢 又可以讓人家歡樂 是不是真的就像做功德一件 好的 我以星座專家的角度來預測 後翼到底是什麼星座 其實很簡單 它是獅子座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天空上面的九顆太陽 它非要射掉八個 剩一個太陽 大家知道獅子座的本心就是太陽星 所以說它把太陽星當作自己的主星 它不是獅子座 那是什麼做